经常有人问我5000能不能帮我按摩个十iplo max外观要好并且要穿原装 你们觉得这样的要求能实现 大家听好了 如果在屏幕前的你一定要注意看完这条视频 要不然你很有可能一步步步入别人的陷阱当中 这个逻辑呢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根据华箱本艾出市场十iplo max的128D最低也是在6000左右 当然外观还是不理想的那种 但我听到很多人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掉到坑里面 首先呢 我相信他们会去各大爱手平台去搜索一下 有没有50张左右的十iplo max 假如他们真的可以找到 信动肯定自然会有 然后立马去咨询 有没有拆购机是不是原装的 能不能过研究报告等等一些表面上的话题 这个时候我在想他们掉进深坑里的距离会越来越深 首先这个十iplo max在华箱北128D5000 根本就拿不到人家凭什么5000要卖给你 你长得比较帅还是比较漂亮 而且大家在想想5000的售价当中 还要赚取他们的所谓利润 但是问一下你们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入坑 哎呀每天总是有很多粉丝问我 怎么去建立放行机 怎么去建立组装机 怎么去防止被黑被坑 其实我想说最关键的一条防坑支持 重要的条件就是千万不要太贪了 一向天开不是什么坏事 但千万要知道亮丽而行 你本身可以用50张的价格去购买一个完完全全的原装十一破了 麦克斯 甚至还有多余的去潇洒 而你不愿意 不要挑一个市场定价在6000元以上的权破了麦克斯 说白了 你是不是太贪 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 而且你还不知道的是 你们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会导致更多的黑心商家浮出水面 这个小老婆还是很聪明的嘛 说白了 黑心商家精进的设计这个圈套就是被你们 灌出来的宠出来的逼出来的 那么在视频最后呢 我就想提问一句 在你们的成长当中到底有没有被入坑 说说你们的经历 常常我在想 华江北批发市场 那么多维修的手机档盒 这些师傅是怎么养家福普的 这不是你们值得去盛世吗